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你圣首林,求主你高默讲台,高默在座的每一个人,也高默你的仆人,我来释放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让我讲的每一句话语,都能够帮助到他们,让他们能够更信心坚固,更能够接近你,认识你,把自己更为圣,比基督。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你圣灵和你自由的运行的动工,做你要做的事情,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动手术,动刀,让我们成为,塑造我们,雕刻我们成为,越来越像基督一样。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如此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大奖,阿们。 阿们,我们今天来到第二个系列,就是讲到斐利门,我们用斐利门的背景来讲,这个基督的爱,今天的主题是高贵的灵性。 要还没跟你分享上帝话以后,跟你们讲个笑话,可能你听过,可能你没听过啊,听过的你就bear with me啊。 有一个男子,有一天在街上走的时候呢,他突然间肚子很痛,然后肚子很痛,在街上你不能随便去找厕所,OK,他就找,他就看到附近有一个火锅店,是我锅的店,然后他走进去的时候,哇,满座,都是满座,很特满,然后厕所也是很满了,然后他看到这个restaurant,原来是有楼上的,可是他放二楼维修中, 就是在修理当中,然后呢,可是他太急了,也不管,就爬上去楼上,楼上的时候呢,他说,也是放塞巴说,厕所不能用,暂时不能用,因为修理当中,可是这个人呢, 没答案了,因为很要,很急了,所以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冲进去那个厕所,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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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他了,他的人生大事了,他解决之后,哇,很舒服,舒服的时候呢,走下去, 底楼的时候,他走下去,底楼的时候呢,他发现到,刚才进来的时候,满座的人都不见去了,都跑去那里,他就问服务生,就问服务生, 诶,刚才人那么多,人去了那里,那个服务生就跟人家讲,刚才,刚才,突然间在天花板有大便掉下来,刚才又碰到那个风扇,把那个大便碰到满,满个,满楼都是, 你真是,你真是幸运啊,你没有中, 这小话是要告诉我们说,有时候啊,人家给那个指示啊, instruction啊,我们有时候要听的,我们不能够自以为,不要紧我们做我们自己一套,结果呢,害到很多人,你影响到很多人的生命, 所以,一样的,圣经也是一样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必须要遵从上帝的话语, 如果你只是来教会,你又不过你自己的生活,又不想跟从圣经所讲的生活呢, 跟圣经跟你遥遥相远的话呢,真的是,你没有跟着你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OK,今天我们回到,来, 肥利比书,我稍微再讲一下背景一下好不好,这个肥利比书是圣经里面哦,全本圣经,就业和信业最短的一本书,整本只有25节,然后在希腊原文只有334个字,然后,如果用中文的字母来算呢,就807个字,包括标点符号,然后,这一本书呢,在所有的解经家里面呢,他们说, 这本书是价格连成的宝石,然后,胜过世上所有的智慧,当这些人讲这些评价的时候,他有没有扩张,他没有扩张,其实没有扩张,其实保罗在处理一,他写这封信在处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们看到保罗用智慧获解这个问题,这本书的主人翁是叫斐利门,当然是叫斐利门书啦,斐利门,然后呢,另外一个,另一个主角叫阿尼,阿尼,阿尼, 斐利门,斐利门是一个,是那个收信的人,然后保罗写信给他是为了要求情,与斐利门说,有一个他家里的一个陶奴叫阿尼,亚尼希姆,他曾经在斐利门的家做奴隶,然后逃到罗马,结果没想到得救了了,信主得救了了,生命改变之后的亚尼希姆,和保罗都觉得说,他应该回到主人的身边, 可是你要想,我有讲过,要回到主人的身边,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一个逃奴的,逃奴的代价,当你逃了被人捉回来的时候,的代价是大的,他主人可以随心所欲的,哪一个很烧热的铁,烙印在你的儿童上,为什么要烙印在儿童上, 使你以后再逃的时候,人家都看到你是逃奴来的,这是最轻的一个判决,重的判决呢,那个主人能够自由的,随意的将你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到,所以你看到,一个奴隶的情况是怎么样,可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才能够顺服, 我们看到,福音的大能在亚尼西姆身上,是有功效的,这个,他,我们有一百个理由,用自然的想法呢,给打死我也不会回去主人的地方,因为,他要面对那么大的一个挑战,这么大的一个状况, 可是,亚尼西姆,让圣灵,深深的在他身上做功,亚尼西姆,愿意顺服,这个,福音在他生命当中,做的工作,回去主人的地方,然后,保罗为了,也写这封信,跟他的主人,斐利门求情,说,你接纳他,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斐利门,也是,也是信仰耶稣,他的太太,亚非亚, 而他的儿子,亚基布,也信了耶稣,整家人都信耶稣的,使到整个家庭都有爱心,有信心,能传播到很远很远,传到,罗马的保罗都听到,原来这个家庭是改变的,所以呢,这个整个情况,背景是这样,这一本书,是一个求情的书,然后,你注意到整本书哦,保罗没有写,说,你一定要释放他, 保罗没有写信,说,你要释放亚尼西姆,可是保罗只是在信上说,你要接纳他,你要收容他,你要接待他,所以你看到,保罗没有吩咐, ymus。 慧 confirm personally, Hey come by 苹尼西姆 家庭的历史中, rancho 我们看到 हrli Sime 我们看到从历史的历史 教会的历史当中呢,我们知道最后 Źりり门、不但接纳了这个亚尼西姆 而且呢,也让 JOHNNY lobbying自由了释放了 最后,教会历史 我们告诉我们说 Yan alot proximity 做了教会的监督 也就是说教会的长老 雅丽西姆的生命 你会看到雅丽西姆的生命改变 带领了许许多多的人 能够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 那么今天一个奴隶 也能够成为教会的长老 奴隶也能够成为教会中的监督 那就证明他不再是奴隶 他是高过奴仆 他是亲爱的弟兄 唯有耶稣基督 唯有耶稣基督的爱 唯有教会能跨越时代 能够走在时代的天端 在两千年前奴隶制度 是一个很坚固的 是一个很牢靠的 是一个很深根蒂谷的一个制度 没有人会改变这个制度 如果你稍微释放一个奴隶 整个社会就动荡了 但是保罗在那个制度的底下 他没有改变 赏识改变那个制度 他却用着上帝的大能 福音的大能在两个人 这制度底下的两个人物 一个是主人 一个是仆人 都改变了两个人 改变主人和改变仆人 两个人在制度底下 制度没有改变 但是制度底下的两个人 都生命改变了 改变了 能够也释放了 而不是因为制度的缘故 而是因为圣灵的工作 和福音的大能 在两头的人物身上做工 结果他自由了 唯有教会在两千年前 已经能够由一个 没有地位 没有身份 在家会里面 在神的家里面 在基督里面 能够有这样的 没有分身份的 我们知道这个奴隶制度 在不久 就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 才完全的被瓦解 可是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的福音 早在两千年前 已经有大有功效 大有能力的 浅在 浅透在 人的身上 直到 制度没有改变 但是两个制度 制度底下的两个人 完全改变了 虽然 虽然这个只是说到 一个奴隶的制度 但是我们知道 奴隶制度代表着 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真正要进入世界大同 就是很公平 很公道 这世界你找不到公平 现在 你找不到公道 这世界上 跟你讲 没有公平的 但是你要找 你要进入这个世界大同 一个和平和谐的社会呢 你先要解决 并不是解决 那个制度 因为 那个制度 本来是好的 很多社会的制度 是好的 问题 管理制度的人 有问题 我们这个人 就是一个污染源 是一个问题的人 因为我们 本身 就是一个犯罪 犯罪 是一个罪人 没有蒙恩的罪人 所以呢 我们 上帝要做的工作呢 腓利益们告诉我们说 表面上是解决 那个努力 制度的问题 事实上 给你看见 复印的节路 能够解决 远远超过 能够巧妙解决 所有不合理的制度 所以今天 社会的问题 社会很多的问题 不是用制度 能够解决的 如果制度 能够解决 很多社会上的问题 美国应该是 最安全的国家了 问题 你看 美国还是 很多的问题 在发生 一样有强奸 有强劫 有很多的社会问题 制度不能改变人 但是 唯有复印 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 你会看到 很大很大的 能力 我们稍微了解 这个人 今天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看的 一个主角呢 是保罗这本身 保罗一生当中 总共写了十三封书信 而这十三封书信呢 就是他这一辈子 跟从耶稣和信仰 耶稣写的十三封书信 第一组的书信是写 最早他写的书信是写 蒂萨罗尼加前书和蒂萨罗尼加后书 然后第二组书信是写到 罗马书 加拉太书 哥罗前书 所以 哥林国前书 哥林国后书 第三组的书信 就是他在 监义里面所写的书 以佛所书 菲利比书 哥罗西书 和菲利门书 最后在他人生最后的总战 在他被砍头之前 他写了三提书 就是提多书 提摩台前书 提摩台后书 三个提的书 你说 牧师你告诉我这些书 其实我有我的用意和 我的用处告诉你 为什么 这个 为什么我要告诉你 保罗写的是三尊书 因为保罗在新页里面的 十三 三卷书呢 占了新页的圣经三十八仙 可见 保罗这个人 是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一个人 可是 在他所有的 这个是版本的书信里面 他得到最高启示的时候 也就是他在监义里面的时候 上帝给他很高 很深奥 很高启示的时候 也就是在他 在他做监义的时候 写信给以佛所 菲利比和哥罗西 菲利门 也就是为什么 我之前 这个系列 我跟你们查稿 哥罗西书 现在我们跟你查考 菲利门书 接下来 菲利比书我们也查考过了 还有剩下以佛所书 我们也跟你们查考罢了 所以你看到 保罗 他在这个 为什么 你看为什么 他会在监义里面 才得到 最高的启示呢 保罗一旦 信了耶稣 他的生命 完全投入 基督 他不断的 去开桓教会 不断的 去传讲福音 他从来没有 停止过 同来没有懒惰过 同来没有停止 他为上帝工作的 一个心智 没有办法的底下 上帝终于 把他监禁在 牢里面 他才有空 有时间 停顿下来 当他有空 有停顿下来的时候呢 圣灵 特别给他 启示在 以佛说 和 费力门书 费力比书 和 哥罗西书 最高启示 为什么要讲 这个 监义书心呢 因为呢 你要了解 这几个 原因呢 你就会 你会证明说 这几本书呢 是同一个时期 写的 为什么要知道 同一个时期 写的那么重要呢 我们来看 保罗在监义里面 写的这四封书信呢 都有一个人 帮他送信 Postman 这个Postman 叫做推积骨 推积骨是一个 帮他送信的人 我们在 以佛所书的 第六章 最后端的时候呢 他有讲到 尽有心爱 忠心服侍主的 弟兄 推积骨 他要把我的事情 并我的境况 如何全告诉你们 叫你们知道 然后在 哥罗西书 第四章 第七节 说 由我亲爱的弟兄 推积骨 要将我一切的事 都告诉你们 他是忠心的执事 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 我们看到 这个 从这两处的经文 证明说 其实 以佛所书 和哥罗西书 是一个同一个时间写的 包括菲利门 菲利门可能是 纳尼西姆本身 拿着这封信 回到主人的家 然后就把这个信交给他 是同一个时期写的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 和能够证明 这三封书的关系 是同一个时间写的一封信 也是保罗在监狱里面 得到最高启示的一封信 这三封信 那我要告诉你做什么呢 因为圣灵在保罗身上 推使他写 以佛所书 哥罗西书 和菲利门书 有一定的特定的关系 因为这是保罗在监狱里面 写的四本书信 也是保罗领受 最高启示的书信 也是得到启示 最高峰的时候 以佛所书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以佛所书告诉我们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哥罗西书告诉我们 基督是教会的源头 没有了这两本书信 我们教会就失去 我们教会的本命和责任 要不然你今天聚集在这里 你毫无意义的 为什么要每个礼拜聚在一起呢 就是在哥罗西书和以佛所书 会告诉我们说 我们教会该 何去何从 所以呢 保罗在哥罗西书和以佛所书 领受的启示 关于教会 关于我们 是大的 今天我要回到 所以这两本书告诉我们 教会和基督的关系 以佛所书是从神的角度讲起 他总是站在 属天的位置来看教会 哥罗西书呢 是从基督是源头 是万有的根本 讲起 他总是以基督为中心 今天我要问 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像保罗得到这么大启示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在斐利门书里面 我们现在查考斐利门书里面呢 告诉我们呢 一个得着很高启示的人呢 他的姿态啊 往往总是最低 最低的 当你读斐利门书的时候呢 你万万没有想到 像这样得到大启示的大使徒呢 他连在写信的时候 称自己是使徒的明显也没有 你注意到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呢 他一定开头说 做神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什么什么教会 但是在斐利门书的时候 他没有这样写 他是一个使徒 他有权柄 他有地位 可是他从来没有用他的权柄 用他的地位写信给斐利门 他写给斐利门的时候 他怎样开始呢 我们来看 圣经说保罗 自称 这里很难看到啊 为基督耶稣被求的保罗 他一开头没有说 我是使徒 所以你要听我 我是某某人 可是今天我们看保罗 在斐利门书的时候 他说 为基督耶稣被求的保罗 同弟兄提摩太 写信给我 所亲爱的同工 斐利门 今天保罗 自称自己是基督的奴卜 事实上 我们知道 为什么保罗会被捉呢 保罗是因为传福音 然后 罗马帝国的 君王 叫 尼罗王 把他监禁在 监禁在监狱里面 可是今天 保罗却说 我是为基督耶稣被求的 他没有说是因为 罗马的国王 罗马的君王 把我关在监狱里面 他说是 我为耶稣被求的保罗 我为耶稣 我为耶稣被监禁的保罗 他的眼光 属灵眼光是不同的 在人的眼光 他是为 他是罗马的君王 把他关起来 可是他在看 用属灵的眼光的时候 他觉得是 他本来是自由的 可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做了奴婦 所以呢 在保罗的感觉上 在保罗的感觉里面 他的地位呢 跟这个亚尼西姆 是奴隶同样地位的 他没有看自己是使徒 我建立那么多教会 我传福音给那么多人 我是很了不起的人 可是今天我们看到 斐利门 保罗在斐利门写信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渺小的人 他告诉斐利门说 我是一个被囚禁的人 有一首歌 我是一只被囚的鸟 他不是一个被囚的鸟 他是被囚禁的一个师徒 然后 所以你就看到 保罗的身份的时候 你会看到 他把自己放着很低很低 低到一个程度 他跟亚尼西姆一样 你看 他跟亚尼西姆一样 是奴隶 是奴婦 可是不同的是呢 保罗是心甘情愿的 做基督的奴婦 亚尼西姆不是 亚尼西姆 保罗愿意做爱的奴婦 他愿意站在奴婦的地位 来求斐利门 他没有站在大使徒的身份 来去求斐利门 这就是我们认识 我们在斐利门的书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保罗 我们继续来看第四 保罗求斐利门 为基督耶稣被求的保罗 从提摩太写信给我们 所亲爱的同工 斐利门 我虽然靠着基督 能放胆吩咐 你合一的事 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 现在又为基督被求的 宁可凭着爱心求你 保罗是一个使徒 不要忘记 他可以用权柄去吩咐 斐利门 我是使徒 我今天吩咐你 来跟亚利西姆和好 你们不要吵架了 OK了 他可以用他的权柄 可是我们看到保罗 没有用权柄去吩咐他们 他可以用 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一个有权柄 而不用权柄的 圣灵一定在他身上 有很深的工作 因为保罗在这件事上 我们看到了 他很像耶稣的心肠 很像充满了上帝的属性在他身上 耶稣也是一样 耶稣能够赶鬼 能够医病 能够叫五把五千人 为保五千人 行各样的神迹其事 当人家要拱他 要捧他 做网的时候 圣经说 耶稣总是 独自退到海边去祷告 耶稣总是 独自退到山上去祷告 这就是耶稣 他不爱彰显自己 他不爱 他不爱表明自己 他不爱显露自己 但是我们人啊 往往啊 有了一点 稍微有一点点权柄的时候呢 我们就很 滥用权柄 或者很雇用权柄 只有一个人 愿意服在 耶稣基督的权柄下的一个人呢 才有真正的权柄 保罗是这样的人 他林肯平爱心求 当我们读腓利门书的时候呢 我们不仅能够认识到 亚尼西姆 我们不仅认识到 腓利门 在这里更要紧的 我们认识了 保罗这个人 保罗求腓利门 有用两点来求 第一点 他求什么呢 他用什么来求 第一说 像我这有年级的保罗 保罗在 保罗说 我已经是有年级的保罗 保罗是在这里 当我们看到他说 他在基督里是有历史的 他凭着基督在他里面的雕刻 他充满的基督 不丰盛的生命的流露 他在这里 腓利门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样的人啊 那里可能写这么高启示的腓利 以佛所书和哥罗西书呢 但是我告诉你 他就是写这么高启示的人 福音我们看到 福音不止 不止征服了 腓利门这个人 福音也不止征服了 亚尼西姆这个人 我们看到福音也征服了 保罗他本身 在腓利门书里面 我们认识了 实实在在的保罗 他让基督的生命 完全来充满他 所以他说 他是一个有年级的保罗 他是一个有历史的人 有了年级的 他在这里 他不是医老 医老卖老 他要让我们看见 他有一段 很长很长的历史 他求菲利门 菲利门你看 我这个老家伙 他不是说 我已经是很有经历 很老资格 而是说 我这一路走来 我的生命是 是跟耶稣 你不看在 你不给脸给我 你也不一定要 给我面子 但是起码 你纪念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呢 在教会 在福祉上 是有历史的 你纪念我所做的工作 不哭出 我来求你 你不给我面子 没关系 你起码 你纪念我是一个 为主做工的一个人 保罗来求他 第二 保罗向菲利门求说 他是为基督被求的 这里呢 刚才我们看到 他凭着基督的生命 在他里面做工 因此成为一个 有年纪的保罗 如今 他凭着圣灵 在他身上的雕刻 他天天背起十字架 因此他失去了自由 我们看到 十字架在他身上 有一个印记 十字架在他身上 是有伤痕的 只要你有看到 保罗身上的锁链 他是被求的 他就是这样的人 许多时候 我们很常想说 如果我能像保罗那样 是最好的 让上帝来使用 让上帝使用我 像他有这么样有意象 这么样有气质 能够写以佛所书 能够写哥罗西书的启示 但是我要告诉你 光有意象 没有十字架的工作 是不行的 一个真正有启示的人 他的启示 不是流于幻想的 他的启示呢 是实行的 有实际的 是一步一脚印的 他在菲利门书里面 这些的表现呢 是因为他看见所看见的 他完全受这个启示 和意象的支配 所以保罗说 我从来没有违背 那天上 从天来的意象 常常说 常常人家 问我牧师啊 为什么常常听到 这个人看到意象 然后又发梦 上帝给他梦 上帝给他意象 而我就没有呢 我就告诉他说 上帝只会选择 给那些人 要看意象 但是不是重要 要看意象 而是能够顺服意象的 如果 如果上帝给你看了 一个意象 或者给你发了 一个异梦 而你不愿意顺服的 他给你来做什么用 你明白吗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 必须要让上帝 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功 常常人家说 我们常常听到 有一个弟兄 或者一个姐妹 常常听到 上帝跟他讲话 为什么上帝 你从来没有跟我讲话的 我说 上帝有啊 有上帝有跟你讲话 上帝已经准备好 整本圣经跟你讲了 由头到尾 可是你从来没有翻来看 如果你圣经都不读 你怎么期待 上帝跟你讲话呢 所以我们生命 我们生命呢 上帝很希望 在我们生命当中 不断的动工 不断的对我们讲话 不断的 启示 我们是活在一个世代 圣经讲 我们主的灵 灌溉 凡有血气的人 我们是有血气的人吗 有血吗 对吗 有气吗 对 每一个人 圣经讲说 凡有血气的 主的灵 要灌溉凡有血气的人 然后呢 圣经讲说 少年人要见异象 你觉得你还老吗 你不老 你应该有异象的 他圣经说 我很老了 怎么办 没关系 圣经讲 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见异梦 不管你年轻还是老 上帝总是有个管道 要对你讲话 你是少年人吗 上帝要给你看异象 你是老年人吗 上帝要给你做异梦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 现经每一个 现经的每一个基督徒 应该有的生活标准 今天你过 如果你生命当中 缺少了 缺乏了异象 缺乏了异梦 问题就存在了 上帝要对你讲话 上帝要用不同的管道 一直来对我们说话 问题 现在问题不是上帝说不说话 问题是我们准备好没有 让上帝来对我们生命中来说话 有了年级的保罗 就是讲到 保罗让基督的生命 在他生命当中做工 为耶稣基督备求的保罗 也是讲到 保罗愿意让十字架的大能 和十字架的雕刻 在他身上做工 因此呢 因为这么样呢 他就能够劝亚尼西姆 他的地位拉低了 跟亚尼西姆一样 所以亚尼西姆不会说 哎呀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懂 你不了解我的心情 我是奴隶 哎呀你看我都没有地位 你看我都做得好像狗这样 人家不把我看得像人 当我能看待那样 保罗说 不要紧别慌 我也跟你一样 我为耶稣基督 我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跟你一样做要努力 我本是一个自由人 但是我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今天跟你的地位是同样的 所以呢 因此呢 他能够劝亚尼西姆 所以保罗说 你当效法我 因为我效法基督 你跟从我 你学我的榜样 因为我学基督的榜样 我们来看保罗如何学基督的榜样 我们来看保罗一生当中 这也是我在查 在研读菲利门书 上帝给我一个看见 小小的看见 很奇妙的 保罗信主到被砍头 总共有33年 他信了耶稣和侍奉主到 他被为耶稣来信道而死了 总共有33年 这33年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每11年 11年 11年 那我们耶稣基督呢 30岁出来讲到 三年 他不断的服事 做工 服事做工 到最后的半年 就准备被钉死的架 然后升天 很巧妙的 没有特别的 就没有特别把它放在一起 但是我放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看到了 原来哦 蒙恩得救保罗蒙德 33年 和耶稣基督的33年 半是一样的 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11年 我们看到保罗 我们看到保罗 从来 在一个地方 加了开始说 他总共读神学 读了11年 所以要服事神不是很简单 有些人说 哎呀 耶稣的十个门徒 从来都没有读神学 愚父也是做了传道人 传道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不要以为 你读了三年的神学 你就很了不起 保罗读11年 保罗读11年的神学 上帝用他 不只是不知道 什么都是靠启示 什么都是不用读的 不是 保罗读了11年的神学 然后他是一个 这么多使徒里面 最努力的使徒 他一生当中有三次 环游步道 有人计算 有人计算过 他的步道生涯 一生当中的 步道生涯 总共走了多 你知道总共有走了多远吗 他总共走了 一个侧道 地球一个侧道的一半 是很多了 很远的路程 他为耶稣基督沿过 到处 到处去传福音 到处做宣教士 建立教会 他总共走了 侧道的一半 然后我们看到 最后11年 他为耶稣殉道 保罗诺凉死的 被人砍头 我们回来看耶稣 耶稣在30岁之前 圣经没有讲到 他做任何的事情 他好像 干地里面的楞牙 隐藏在神里面 耶稣的生命 30岁以前的生命 是隐藏在神里面 就好像保罗在 读神学的时候 装备的时候 是隐藏的 则是在30岁以后 耶稣就出来传道 传福音 赶鬼 做神迹奇事 借我累累 很多人跟随他 满界 他的工作充满着国子 跟保罗一样 保罗的三次步道里面 建立了很多很多 建教会 带领很多很多 人信耶稣 最后 半年 耶稣被人出卖 然后最后被定神之架 和保罗一样 他也是为主殉道 而死 我们看到保罗的神明 为什么要把这个 这个插 这个表给你看呢 我们看到一个人 得到很高 启示的一个保罗 他的启示 完全是 他是完全 让主的启示 来自备他 让上帝的 意向来自备他 他完全不想过 他想过的生活 他完全 是一个完全 让主在他生命当中 在他生活当中 支配和掌控掌权 很多人要耶稣 做他的救主 但是很多人 不愿意让耶稣 做他的救人 保罗就是不一样的 保罗愿意让他的生命 成为耶稣基督的主宰 耶稣基督是保罗 生命中的主宰 保罗的生活模式 乃是基督的生活模式 主怎样的生活 保罗也怎样生活 他意思 我们现在看到 很更奇妙的是 当保罗最有用的时候 他去那么多教会 步道 去那么多地方 开框教会 步道的时候 结果上帝把他 带到一个地方 被监禁 这就是上帝 做的功能 当人家觉得 你最有用的时候 当你最 觉得是还可以 再做的时候呢 上帝就把他收起来 这是上帝的工作 因为如果人家 如果上帝 上帝他不把他收起来 或者他不顺服上帝 而继续这样做 有一个危险 人家在看着保罗 而不是看着耶稣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 他有一个美好的灵性 有一个高贵的灵性 因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们来看 第一 他是一个得到很高启示的人 那么多的门徒里面 包括彼得 包括约翰 雅各 这么跟随 跟耶稣接近 跟耶稣三年半 那么靠近的一个使徒 都没有保罗 领受的启示 还要高 但是这个得到那么高启示的人 他没有目控一切 他没有说 哎呀 了不起 他没有说 哎呀 用高姿态来去展示自己 我们看到保罗总是谦卑的 他有权柄 可以吩咐人家做任何事情 可是圣经腓利门书里面 给我们看到保罗是 凭着爱心求爱心 我们看到 保罗呢 也愿意让基督的生命 在他生命里面来充满 不只充满呢 而且也让基督的生命 从他里面流露出来 第三 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呢 他充满着十字架的印记 有伤痕 愿意被十字架 而不是空谈 空谈一个道理而已 而是他生命当中能够流露出 彰显出基督十字架的大力 让我们站立起来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